五位数的匪处员是一道七盖价值六位数 今天带你们见证一下这个奇迹 七盖暂时结果之前我们先合起来 分析一下它的长口皮壳杀力 以及它的特征特性特点 以并大家更好的一起交流学习探讨 合起来打个灯全神走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辆子经过我们分析了是个水落尿子 这些位置是肯定变肿了的 因为它的杀皮打灯出来反馈的效果 以及它杀皮的表现出来的结果 它质量肯定没有水落的位置好 我们之所以堵这个肥虽呢 就是堵它的长口 堵它的水落画的够不够多 够不够好 鸡盖给大家看漆盖的结果 涨是肯定漆涨了这个样子 水落呢虽然说没有想象中的画的那么好 但是射镜的比较多 而且有点村底的效果 这个村子虽然说有点淡 不过期货之后它又村子了一种韵味 给整体增加了一点独特性 也是一个加分项 自然光看完呢我们看打灯的效果 我这个是白光 如果说是黄光的话打出来更漂亮 它的村更浓 然后种水看起来更好 因为黄光创断性更强 千双成品做出来的话双彩双摄 它颜色也比较清爽 比较清新 而且种水非常好 很细腻肉质 所以说它稀修性比较高 价值也比较高 进一步开发 把它的价值最大化的话 就要做成成品 不过那样也要堵 因为要堵它的数量 刚刚那个是白光 我们现在打个黄光看一下 它的村就更足 也更漂亮 视频看到这里呢 肯定有很多人在纳闷 它的具体价格 以及它现在的价值 我也想给大家透露啊 不过由于这件粉术还没有卖掉 还是代际元的状态 所以我也不敢透露 喜欢的所有呢 可以来谈 视频最后打个比方 假如这件粉术原始是你呢 你会价值这道话 加工成品 还是就这样把它卖掉 欢迎大家评论 一起交流探讨 下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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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m